在荧幕上,她是让观众捧腹大笑的无厘头高手。 在生活中,她是沉默寡言,性格自闭的忧郁女人。 哪一个才是她的真实面目? 影视演员姚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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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该剧讲述的是,1945年,我党的高级谍报人员代号峨眉峰的于泽成,潜伏在国民党内部,从危机四伏的军统情报处窃取情报的传奇故事。 影片中,余泽成的扮演员是著名演员孙宏雷。 女一号翠平的扮演员姚晨。 女一号翠平的扮演者就是姚晨。 她是一个特别普通的女孩。 就像一个邻家的小妹。 她是个生活中很认真的人。 她会把你说的很多事都当真的。 有时候玩笑都会当真的。 她生活中完全不像她展现出来像郭富蓉。 她其实是个生活中,我觉得像个小女人一样。 完全不是那种大大咧咧的。 这个没有办法怪别人。 因为别人又不是从事这个行业的。 我还是不太懂你的意思。 你的意思是不是说。 我脑子都在转过来。 你的意思是不是说。 决然觉得你就应该像郭富蓉这样。 你生活中也应该就是郭富蓉。 这是观众熟悉的姚晨。 幽默无厘头恶搞笑了百出的女侠郭富蓉。 已经成为她的招牌形象。 在观众的印象中,这就是姚晨。 我坦白说你不要强加给我这些东西。 我已经回答你了。 观众是观众,我是我。 观众可以有一万种想法,十万种想法。 有两亿多的观众,三亿多观众。 我没有办法去同意别人的想法。 作为姚晨,姚晨只能自己做好一个演员的本分。 我去把我每部戏拍好。 所以说哪部戏会火,哪个角色会让大家喜欢。 那个是命运的安排。 我是管不着的。 我也管不到。 2009年3月27日,潜伏剧组在北京电视台举行隆重的首映发布会。 这场发布会的规格是近年来国产电视剧中少有的。 三百多家媒体蜂拥而至。 现场的嘉宾名流更是多达上千人。 在发布会现场,孙宏雷向媒体描述了他与姚晨合作,备受折磨的事情。 这场发布会是一场演员的。 导演在跟我说订了姚晨来演女主角的时候, 我真的是, 我,我,我, 雷了我一下, 确实吓了一跳。 我说这是什么款式的, 这是。 我就, 因为她的《武林外传》我特别爱看。 我跟她们的导演上镜也是好朋友。 后来我一想,我和姚晨在一起好像都不搭。 我是个慢性的, 还是个急性的, 但我们在戏里是反差过来的。 这是谁的? 这是谁的? 你怎么? 胡说! 这根头发是直的, 我头发是这样的。 她就老跟我说说, 姚晨你记住, 你在这戏里, 其实你演的就是个女版的孙红磊, 而我要演一个男版的姚晨。 剧中的翠平原先是一名骁勇善战的游击队长, 之后, 受党组织秘密派遣, 与峨眉峰结为名义夫妻, 掩护余泽成, 顺利完成潜伏任务。 导演江伟给翠平这个角色定下的人物性格就是粗野与倔强。 导演就一再跟我说, 他其实就是一农民。 我后来慢慢理解他说这话啥意思, 因为他当时一开始跟我说他就是一农民, 这太笼统了。 我不知道他想, 他让我演个什么, 农民有很多种。 我后来慢慢理解他的意思就是他不要传统意义上的女游击队长, 他想让大家先看到的是一个农民, 其次才是游击队长。 演员拍摄谍战影片最困难的就是准确把握人物感觉。 为了让姚晨尽快找到翠平的人物性格, 导演江伟特意将最难拍的一场翠平暗杀陆桥山之前, 在把场练枪的戏提到了前面拍摄。 我觉得最让我抓狂是在刚刚进城的时候那个状态, 我觉得是太难找了, 这场戏离我的生活太远了, 不知道他应该是什么样的。 你本能就会不自信了, 你不相信了。 那场戏我拍了拍的我就演不下去了。 。 这个不是举色的, 这个都是李强能甩的的, 是这样的, 是这样的。 轰一圈, 轰一圈, 轰一圈。 要这么端着, 谁也不行, 我们都不行。 好吧, 来试试。 来, 让位置好吧。 所以我说我们这剧组特别好, 没有一个工作人员在旁边表示一个不耐烦, 也没有人说一句怪话, 都在那特别安静的等我, 我当我自己心里着急。 端不枪起来是吧? 丑死了, 你给你夹枪我也打不枪, 你真枪的端上只哆嗦。 这边的腿这么大。 游戏对手。 看。 我在旁边我就哭了, 我记得。 我自己在这个角落我就哭了。 哭了我以后怎么办呢? 我想不行, 我还得去拍。 哭会哭还得拍。 然后我又回去了。 Cundell我是你的调查看。 -我也在照顾şa。 Cundell, ìn真是粗罗子, 我记得 retro你 request, 但还有一个特别非常之夺 准备好了。 后来那天就收工了 就是 是我拍戏以来 第一次 就是一个剧组因为我 然后 提前收工了 那种感觉会很不好受的 你说好姐啊 中国英雄啊 英雄大手啊 真是一样 坦白说我不知道该怎么去演 我觉得脆评离我太远了 离我的生活 就是我从我的 二多年的个人生活经验里头 无法汲取到任何的东西 可以给他用 他生活中 完全不像他展现出来 像什么郭芙蓉啊 帮他脆皮 然后我刚看完铁服 那样子 他其实是个挺文静的 而且不大爱说话的一个人 他经常会干这种事 就是突然给你打个电话 说今天晚上赶快上我们家来 说 然后就是 我要做饭 他自己就在厨房 然后就开始把门一关 挺光 就开始干活 有时候我过去 我说我帮你干点什么 什么都不要 看一桌子弄得非常好 什么菜都有 然后就开始 像魔术师一样的 一会吃饭 一盘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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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完顿 然后我们就吃 不让等 结果我们都吃完了 几乎都快聊完天了 他把厨房也收拾差不多了 出来了 一桌子剩菜 没你吃的了 没事 有点就行 我们就挪到沙发上 接着聊天 他在那把那剩菜扒拉扒拉 津津有味地吃着剩菜 听着我们在那聊天 要做个假设 你跟演员这个行道没有关系 那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或者什么样的女人 很普通 就是个普通人 跟演员那个行道没关系 这个我不知道 别人通常会怎么回答 这并不是我们熟悉的姚晨 人们对姚晨的固有印象 是大大咧咧 爱无厘头搞笑 性格有些愣的将来美想 而这些形象都源自一部 名叫《武林外传》的情景喜剧 其实最早之前 他在学校读书的时候 就在他们班读书的时候 他的角色定位一直是培养他 按照大青衣在走 等于他《武林外传》演的 这个是一个小彩蛋 应该是属于不是有媒体 说他是女周星驰 无厘头的这种 其实刚一开始我们没有想过 我认识他好几年 我都没有想过 他会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下边 就突然一下发挥他的才华 他自己可能也没有想到 我一直说上级导演是我的贵人 他发觉我自己可能都没有意识到的 就是我性格里的一部分的东西 我可能在拍喜剧之前 我的性格会更 就怎么说 处于关闭状态 就是更内向 比如像咱们俩今天这样聊天 我肯定是不会跟你一个陌生人聊起来的 最让我震惊的是什么呢 是我看到了他的另一面 我还问他呢 我说你怎么就在这 就是嘻嘻哈哈就这么能笑 他就乐 他说就嘻嘻哈哈的笑呗 我说你演这个费劲吗 这没什么费劲的 跟我们自己都很像 就是一个刚刚大学毕业的 就黄毛丫头 然后一心想 干出一番 凭自己的能量 然后干出一番事业 闯荡江湖 2006年 《武林外传》一经播出 就创下了当年 国产电视剧的最高收视记录 姚晨也凭借着 在这部电视剧中的表演 而被亿万观众所熟悉 并获得2006年度 电视演员最佳新人奖 有些观众甚至称呼他为 女周星驰 我知道那个说法 有很多人问过我 我说这东西 我也没法去反驳 但是人家能这么说 说明人对你是喜爱的吗 才会给你这样的一个称呼 其实是啥称呼 在我这儿都无所谓 依附于郭芙蓉 这个经典影片形象 一时间 大众媒体对于姚晨的报道 几乎全是围绕着 与幽默 无厘头表演等 有关的话题 喜剧明星成为了姚晨的 唯一标签 而他本人却在各种场合 多次表示 自己并不是一个喜剧演员 自从你演完郭芙蓉之后 他们都觉得你是女周星驰 我觉得我是一个 没有什么喜剧天分的人 我怎么能跟人周星驰比呢 我真是我的眼镜心佩礼服 要平时他早掉下来的 叫大叠眼镜 你还没有喜剧天赋 真的是没有 这个没有办法怪别 因为别人又不是从事这个行业的 怎么可能要求别人去理解或了解 但老实说我认为我差得远 周星驰是一个喜剧天才 我顶多算一个职业演员 我没有创造喜剧的这部分能力的 我可以完成喜剧任务 我也可以完成证据任务 但是你要我去创造一个 创造一种喜剧表演方式 或一种形式 我没有这部分能力 他这个《郭富荣》下来以后喜剧 是因为他是在这一个点上 展现了他这一方面的才华 目前市场上又很喜欢他这个 从一些商业运作 从一些个人所谓的名誉 跟经济发展上面 他走这条路比较方便 就连着拍 你火了吗 你多拍几个 你这个片约会很多 人都让你演李福荣 张福荣 一系列福荣 然后你的片头会很高 你突然演一个大嫂 这个阿姨什么的 你可能就 人家市场并没有定位 认为你是在这方面 很有市场开发能力的 什么的 所以你就为何乐而不为 但是他不能 只是说从内心深处 我们不能够去认可 说我就是郭富荣 原来我就是一个女孝星 在武林外传大获成功之后 姚晨并没有像许多人猜测的那样 成为一名活跃在荧幕上的喜剧演员 而是先后出演了百年往事中 敢爱敢恨的何家碧 梦回春谷中脾气古怪的玉品 以及防火墙5788中 温文尔雅的宋玉秀 但这些角色 却并没有给观众留下太多的印象 此后姚晨渐渐退出了大众视线 消失于抱头指尖 在姚晨的博客中 我们找到了这样一段文字 明年都做些什么 还能做什么 我叹口气 突然有丝伤感 极力掩饰 2008年 正在休假的姚晨 没想到 有人给她打来电话 邀请她在已经筹备了 两年多的电视剧《潜伏》里出演女一号翠萍 我第一次去见导演的时候 我就特别想听导演跟我聊一聊这个角色 聊聊她怎么想 偏偏导演是一个比我还要内向的人 就是一个闷葫芦 坐在那里戴着个眼镜非常斯文的 盯着我看了半天 我也看不出她脸上 到底是对我是满意呢 还是不满意呢 反正坐俩 俩小时了 我记得 特别无趣的坐俩小时 潜伏中的翠萍是一个性格有些粗鲁 生性豪爽 但有时又会柔情似水的游击队长 角色的双重性格 对于姚晨是一个全新的挑战 在演潜伏之前 我一直在演很多小姑娘的角色 然后慢慢也积累了一些 自己所谓的表演经验 有时候演戏可能你就会下意识的 习惯性的去用一些 你积累过的表演经验的技巧 突然间到这个戏里头 你发现所有的东西都用不上了 全部都得扔掉 从零开始 更多的去 从人物的内心去感受一切 我就感觉像一个初学者一样 为了能让姚晨走进翠萍的内心世界 导演江伟特意将翠萍 把场练枪的戏提前拍摄 但在这场戏中 姚晨并没有找到人物感觉 拍摄被迫停止 在剧组中 包括男一号孙风雷在内的大多数人 都开始怀疑他是否能胜任这个角色 然后那天我记得我们这天人还想冲淡这种紧张的气氛 然后说我们今天上哪哪哪吃小龙虾去 我当一个人坐屋里就想 我说我是去还是不去 我说我不去 我自己一个人在屋里矫情 也不好受 我去吧 我在那肯定也吃不好 不行 我 我的那么多人都就是 但我知道我还不去 他们肯定会更担心我 我说我不能让别人担心我 我又不小孩了 我就洗了洗 不洗了就干干净就下来了 就装了什么事都没有 就跟他家去 其实我那顿饭吃得非常的难受 为了尽快走进翠萍的内心世界 弥补与角色之间的距离 姚辰决定向剧组告假 到河北农村去体验生活 我记得我去那里 我到那个村子里头以后 一片祥和 女人们都坐在村口打麻将 打扑扑牌 我还跟他们玩牌 我当时突然间就想到 我说翠萍其实当时生活的环境 就是这样的一个地方 一片祥和 非常和谐的一个村庄 突然间有一天 闯进了一帮陌生人 拿着枪杀他们的亲人 烧他们的房子 就在这种情况下 迫不得已 他必须拿起镰刀斧头 连枪支都没有 然后要去跟这些人拼命 就是要保卫自己的家 保护自己的亲人 我突然间找到了他仇恨的原因 姚晨面临的最大困难 就是不能准确把握 翠萍性格中粗野的一面 重新回到剧组的他 在翠萍第一次 与鱼子碰头的这场戏中 给予了角色一个完美的定位 也给了导演一个惊喜 为什么话呀 我怎么又不识字 小伙子他们给我念一遍 我能记住吗 好好好 我脱了不行 你下车吧 你胡说就睡不着 咱们摆一下第一个 来看 你睡糊涂了 快点下车啊 谁睡糊涂了 我等到你两个时辰了 我不睡觉干嘛 我给你的信上写清楚 接你的时间了 我是没碗呢 废什么话 此时的他仿佛已完全变成了翠萍 不仅在表演上十分投入 连整个精神状态 也如同剧中的翠萍一样 陷入初次进程的 不适应与烦躁之中 在翠萍之前 我一直演都是些女孩 翠萍是我演的第一个 就是真正是 就是是一个 我认为她是一个 心中有大爱的女人 对我来说也是 拍完这个戏 让我自己的心智更成熟 2009年 潜伏在全国热播 一时间 姚晨又变成众多媒体热捧的对象 有媒体评论说 翠萍与郭芙荣有异曲同工之妙 姚晨又一次被评为 中国最有潜力的喜剧演员之一 成为聚光灯下的焦点人物 我觉得一个时代都会过去 更何况一部戏 一个人 如果 人本来就是很渺小的 如果你觉得你自己能永远站在一个舞台的中央 我觉得这种想法就很愚蠢 他用脐带血干细胞移植的方法治疗小儿白血病 他用脐细胞移植的方法替代传统化疗 脐细胞移植能否成为治疗小儿白血病的新方法 下周一同一时间 请收看小儿白血病治疗专家 朱小凡 小儿白血病治疗专家